《雄狮少年》 孙海鹏指导李泽玲编剧的现实题材喜剧动画电视 影片讲述了被人嘲笑 不被看好的的留守少年阿娟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得到与她同名少女的鼓励后 下定决心与好友阿猫 阿狗组成熊师小队 面对他人的质疑 主角阿娟究竟如何带领好友一起打破世俗偏见 冲破命运牢笼 一路跌跌撞撞 最终创造奇迹实现梦想的热血励志成长故事 电影《雄狮少年》 作为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现实主义题材动画 延续优秀的国产动漫的《国风基因》 把醒世文化融入少年逐梦的故事当中 让观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之鱼 将高燃热血气质烘托的淋漓尽致 想带给观众的精神内和觉不止于单薄的少年成长 而是通过对底层小人物的真实剖析 引发对现实生活的高频共鸣 传递出勇敢追梦 就能创造奇迹这一普世情感内和 《雄狮少年》将于2021年12月17日 中国大陆上映 你 想看了吗 一个都没有成真过 五什么诗啊 这耍猴气不好吗 你有没有听见 心里有一声咆哮 那一声咆哮 他好像在说 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痧了 像我们这样的人 难道就不可以有一次机会 这一次 我也想成为一头熊尸 这一棵群有意思是